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2022赛季的羽毛球市井赛在2022年8月22日全面打响 在本次羽毛球市井赛的比赛当中,对于女单球员戴姿颖来说至关重要 在去年的市井赛获得了亚军,在市井赛连续迎来了突破也是让戴姿颖看到了冲击冠军的希望 本赛季女单球员当中,陈宇飞是晋级决赛最多的球员,更是获得了一个冠军和五个亚军的成绩 而在决赛的胜率更靠谱,在本赛季更是收获了三个冠军 成为本赛季羽毛球职业联赛女单球员当中收获冠军次数最多的球员 而戴姿颖在本赛季的羽毛球职业联赛发挥出色 在面对2019年市井赛冠军新度的对决当中,更是多次战胜对手 而面对中国球员陈宇飞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戴姿颖本赛季面对中国名将和冰娇也是打出了自己强有力的统治力 他偏男性的打法充满着竞争力 在比赛中也是多次利用假动作让对手防不胜防 戴姿颖在本赛季连续冲击冠军成功更是有重返巅峰的意味 尽管目前世界排名第二,戴姿颖也结束了连续72周在女单世界第一的成就 不过对于市井赛和奥运会两大冠军更是相当渴望 在去年的市井赛戴姿颖首次打进决赛并且遗憾倒下 输给了日本球员扇口签 而本赛季扇口签的表现也是有些高开低走 尽管这位球员获得了全英赛的冠军 可是在最近几战比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一般 而世界前八名的表现包括英达农、安喜英等球员的状态也是不够稳定 奥运希望在经历了大伤之后,状态也是不如预期 尽管这位日本球员也曾经获得过市井赛的冠军 而此前三次获得女单市井赛冠军的西班牙球员马林也是状态相当低迷 在经历伤病困扰之后的马林状态也是显然不如之前 而在世界前八名的球员来看,戴姿颖表现得更加稳定 他是位韧劲十足的球员,在比赛当中也是打得相当顽强 也期待能打破在世界大赛无贯的魔咒 此前戴姿颖在世界雨连总决赛也曾经获得过冠军 不过含金量更高的市井赛和奥运会仍然是留下空白 戴姿颖的实力还是完全有能力去冲击这两项赛事的冠军 而今年已经28岁的戴姿颖也期待自己的生涯首个市井赛冠军能早日达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姿颖的竞技状态也会下滑 因此也期待在30岁之前拿到这两项赛事的桂冠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下期节目见